- 好,這裡是神秘句點,我是Gary,我們今天來談論這部電影叫做《微笑》第二集 好,《微笑》第二集呢,這一次是請來了之前演過阿拉丁,還有霹靂喵娃新版的納歐蜜史考特來詮釋這個續集 那当然续集的部分是接续这个上一集的结尾 然后再开启一个全新的篇章 那大家看过外校第一集的人就知道 它其实是一个诅咒 那本身是有一个这个 灵异的东西超自然的东西 在侵入了人体 这个六天之后 它就会死掉 那个受到这个感染的人是会死掉的 那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感染 原因是因为我刚刚说它是一个诅咒 它是一个会传染的东西 那 这个被感染的人呢 他会在六天之后 就会被那个灵异的超自然的那个的东西 直接侵蚀 侵蚀完毕之后呢 他就会在下一个 目击者面前自杀 好 那在 那那个目击者的那个人就是 下一个被诅咒感染的那一个人 好 那这一次的这个受害者呢 就是这个是由 纳欧米施考特所饰演的 Sky Riley 这个角色 好 那 这部片我会爆雷 不过我会爆太多 所以 大家希望进行 我希望大家可以进行乐去看这部片 尤其是 非常强烈建议 大家一定要先看完第一集 因为 为什么要先看完第一集 我会不会再告诉你 好 首先我要来讲 Sky Riley 这个角色呢 是一个歌手 好 那 他 在 这个 因为有一些 这个 呃 演艺上的一些出错 得到第二次 可以再重回反 重返舞台的这个机会 但没有想到呢 他因为必须要去买一些药物 因为他之前 为什么会说他 之前有些出错 就是因为 他曾经 好 跟这个男朋友 叫做 Paul Hudson 好 一起开车出游 结果去遇上了重大的车祸 好 最大重大的车祸之后呢 被发现说 原来他有吸毒的这个 呃 习惯 好 那所以后来就 演艺事业重创 直到沉浸了一年多之后呢 他又重返了这个舞台 那好不容易重返了这个舞台 却没有想到 在一次意外当中呢 好 他 竟然 不小心 跑到了 一个叫做 路易斯的家中 好 本来是要买 止痛药的 好 那因为他之前出了车祸 身上受到很大的创伤 至今都还没有办法复原 有的时候 会有这个 身体症 会有这个后遗症 所以必须要靠止痛药 来缓解所有的情形 但是呢 就因为去了路易斯他家 路易斯 他就是 那个 被寄生的那一个 这个 这个 受害者 所以 路易斯 就在六天之后呢 就刚好的 Sky Rally 就跑到他的家中 于是呢 路易斯就在他的面前 自杀了 而 Sky Rally 就变成下一个路易斯 被 好 被这个超自然灵异体的这个 宿主 所寄生的这个对象 之后 Sky Rally 他就看到了一些 好 就是很多人在对他笑啊 好 然后 就是一些很惊悚的画面啊 好 等等之类的 好 基本上呢 第二集的套路 跟第一集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好 但是呢 为什么我会说 前列建议大家一定要先看完第一集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集 他是一个心理医生 女主角 好 那第二集呢 他是一位歌手 好 重点来了 两者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 没有错 因为心理医生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嘛 他就是一个平凡人 可是呢 心理医生 他必须要有很强大的心理素质 他才有办法去面对他的病患 但是第二集呢 他是一个歌手 歌手他是一个公众人物 他必须要面对很多 这个歌迷的喜欢啊 追逐啊 甚至是一些骚扰啊 等等 可是呢 如果不是他的歌迷 就纯粹是观众而言 就会想要看他的笑话 看他出球啊 甚至是一些新闻八卦媒体 就会想要追逐他 为什么 因为看看他有没有什么错误可以犯 好 就是可以尽可能的笑 笑他 笑他会有什么 会有 如果这个公众人物他越出钱 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越有新闻版面 越有新闻版面就会越有流量 那新闻就是靠流量赚钱的 好 所以这就是成为公众人物的一个 呃 宿命啦 你就是必须要去 接受外界的检视 因为你是公众人物 所以大家当然有必要 好 拿这个放大器去看 好 可是差别在于说 呃 第一集的女主角 好 心理素质 他除了非常的强大之外 但是呢 当他面对了这一个 微笑的诅咒之后呢 他原本 心理素质非常强的那一面 逐渐就被这个 哦 灵异 好 这个超自然的现象 一一的这个微笑的诅咒 这一一的攻破 一一的侵蚀 到最后 他也就跟着疯掉了 可是如果大家再去回忆一下第一集的片段 好 你会发现女主角就算他已经被逼疯了 可是他还是 就是很镇静的 比如说 他已经绝望到崩溃 对可是他的他的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 不是很歇自地利还是 带点那种呃求饶的那种感觉 就比如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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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 哼哼哼 no 这样的就是这样啊就这样哭 可是第二集的 The Sky Rally 就是 no stay away from me 啊 就是完全的疯掉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我说一定要先看第一集 然后再看第二集 因为 因为这两者就是要跟你比对 强烈的差别 而导演我觉得野心是非常识足的 因为 既然要做一个续集 当然就要比前面更好看啦 因为 续集电影通常都会有个诟病就是他 通常都很难去超越前作啦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第一集就是一个最好的作品 但是 微笑2 真的是超越前作 为什么我说算是超越前作 就是因为 Sky Rally 他跟第一集的女主角不一样 因为他是公众人物 可是呢工作人物是孤独的 非常多人喜欢他 非常多人崇拜他 可是那都只是仅仅表面而已 真正的背后是一个歌手 他必须要去面对很多的大大小小的活动 他必须要去跑团 他必须要巡演 他必须要表演 他必须要 唱歌 录专辑 拍MV 还有很多的节目要上 要面对主持人 要面对访谈等等 歌迷接面会等等 这些东西 通通都压在歌手的身上 但是他有没有自己的时间 没有 所以基本上 为什么 我觉得这很 我觉得这部片其实也很讽刺 就是说我觉得找 Naomi St-Kotter来演这部片是对的 因为 他本来就会唱歌 而且他又会跳舞 我觉得他是一个被演员耽误的歌手啦 那因为 之前有去看过阿拉丁的人就知道 他的表现真的不俗 然后 霹雳娇娃也是一样 但是很可惜 就是即使 参演这么多的大片 他还是没有红起来 所以有很多影评人都说 他这一次他他他到这个 这个恐怖片 这个小格局去重新 去重新检视自己 去重新再归联再出发 我觉得他这一次的表演 他其实演技本来就很好 可是他这一次选择来这种小成本的这种电影来来来演 我觉得他的表演 他的张力是比第一集还要更强的 正如我刚前面所说的 第一集是一位心理医师 所以他必须要时时刻刻 很冷静 可是又很压抑 但是他压抑之下 还是要很冷静的去面对这一切 但是第二集呢 Sky Riley 他 还有包含导演 包含就是导演编剧都是同一个人 他要去放大这个格局 为什么 因为 Sky Riley 是一个歌手 所以他有很多观众在看着他 可是呢 工作人物 我毕竟没有自己的隐私 然后再加上这个微笑诅咒 又发生在他的身上 好 所以你会发现 那种绝望感 没有人相信他 因为他一直到过来跟他讲说 我看到了很多不寻常的东西 我碰到了鬼 可是没有人愿意相信我 好 甚至是这个微笑诅咒的灵异体 他会去操纵 这个 宿主的 心智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看这部片的时候 我们完全不晓得 到底现在在发生的这个事情 是真的 还是假的 好 所以 电影会一直 交替的就是 真实的现场 跟超自然的那个灵异体 在操纵的那个 的现场 两者不同的分别进行 然后 可是他 确实在跟你讲的 是同一个时间线 就像 Sky Riley 他做出了很多失控的行为之后 他身旁的人都很正常的若无奇 就跟他讲说 没有啊 根本一切什么都没有发生啊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啊 可是呢 当Sky Riley 回过头来去发现这一切的时候 他已经接近 完全接近崩溃的边缘了 可是他的张力 为什么说他的张力比 第一节还要强 就是因为 Sky Riley 他就不是一个心理素质很强大的 他就是一个有情绪就直接爆发的人 所以你会发现 好 第二集在制作上面 比第一集 更强 更优 而且导演自己也说过 在受访的时候他也说过 我们就是 要把这个恐惧放大十倍 更恐怖 更惊悚 更血腥 然后更诡异 而导演还真的做到了 所以 其实我写一段评论 我觉得这真的还蛮符合第二集的 这一个 这个想法 就是歌剧更大更宽广 他是超越浅作的 这是没有错的 毋庸置疑 惊悚欺图更强烈 野心勃勃 的确有 你在看完他整部 从 从一开始的桥段 一开始的桥段是 就是 相信大家看过预告片 都有知道吧 这个第一集的那个 旧角色 也就是那个警察 他是有出现的 好 不过 有看到预告的人 就会知道他的下场是什么了吧 好 所以 第二集 就是从那一段画面之后 就完全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 所以基本上这一段也不算爆雷 可是 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就 不会 讲太多 好 因为我没有报太多 希望大家进西院去看 不过后面还是会补充一些东西 好 然后 野员阵容更坚强 为什么 因为 竟然请来了 猪儿巴力魔 你知道猪儿巴力魔 是霹雳娇娃 旧版的 原始 女主角吗 然后再加上 纳罗蜜史陶克 他又演过新版的霹雳娇娃 所以 这两个人 竟然同框了 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安排 哦 真的 好 所以我觉得 这个演员阵容真的非常的坚强 我真的很佩服导演的野心 好 然后我后面讲了一句原创剧作 为什么 因为搭配歌曲更动感 为什么 因为Sky Rally是一个歌手 可是既然是一个歌手 你总不可能拿 我们已经听过的歌曲 来放在大荧幕上 来放在这一次的剧本里面吧 好 所以这一次剧组特别为这个 微笑2写了三首新歌 好 一个是这个 Grave to you 然后New Brain 还有Blood on Why Sudden 三首新歌 好 我其中比较喜欢的是Blood on Why Sudden 这个讲 这个这一首歌 New Brain 当然也是不错 不过New Brain 我相信应该是这个歌的这个 就是 Doctor I need a new brain 有些人就是说 哇 这个已经 用歌曲来抒发自己的心 就是 我平时就已经是一个艺人了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公众艺人 公众人物了 好 我每天要面对这么多的东西 可是没有想到 让我崩溃的 不是 我的演艺事业 不是因为 我吸毒 好 去犯的错误 好 而是 这个微小诅咒 所以 讲到哪里 喜忧参拜 好 搭配 歌曲 更动感 喜忧参拜 为什么喜忧参拜 因为 这部片非常特别就是 他在恐惧之中 带 一些欢乐 时 不时的就是 好 先 给你制造一些恐惧 但是制造完恐惧之后 再该带给你一些欢乐 先让你休息一下 先让你缓解一下 然后欢乐 的 这个时光 总是过得特别快 结束之后 就真的要跟你讲 拜拜了 好 所以 为什么说喜忧参拜 就是因为 他在 恐惧的这个氛围之中 又带了 一大部分的 欢乐的气氛 就是要让你 一下开心 一下惊吓 一下恐怖 他不会让你 就是 他不会让你 觉得走出戏院 是会说出这三个字 好无聊 他不会让你讲出这三个字 好无聊 对 然后真真假假 更难辨 吃早都要死 对 吃早都是要死的 但是 真 真真 你是 因为 你第一集的套路 其实你 你就已经看过了 然后在第二集身上 则是恐惧更加的放大 好 相信看到预告片就知道了吧 就是 好 因为 Sky Rally是一个 是一个歌手 那一个 那一个歌手 他必须要有很多dancer 在身旁 跟他巡演 这样表演才会看起来更好看嘛 对不对 毕竟动感歌手本来就是要带舞群 而这群舞群 就是 会出现在 在这个微笑诅咒的潜意识里面 预告片就有了 好 我其实我也不需要爆雷 我觉得那一段真的超级特别 就是 呃 对着主角笑 然后还要一边跳舞 然后就是那个编排 然后那个整齐 那个Nation Dancer整齐画一 然后之后再 全部冲向女主角 的那个身法 然后用那个各种的手啊 去将他的那个脸部 就完全 侵蚀 然后那个 Sky Rally的那个画面 就完全整个被淹没在那个镜头当中 哇 我觉得那个 那个编排 不仅仅是恐怖 我觉得更是一个艺术 我觉得这个 这个点子实在是太赞了 然后 前倒预告 更唬人 唬烂的唬 正片踩掉 对 这一次的预告片剪的 没有那么的 太那个 太OK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看完预告就说 这怎么可能会超越第一集 就会有种质疑 你知道吗 可是 说真的 电影正片的 看点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相信他们要剪预告的时候 真的是蛮难剪的 好 所以 所以 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说 好 因为我刚刚也前面要补充 就是说 这个因为 第二集的开头就是从第一集的结尾开始 那第一集的那个警察呢 好 其实 电影已经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个转 是这个是传染可以阻断的 好 那为什么我会说第一集的那个警察 就是因为 第一集的警察其实做了一件事情 跟第一集的那个黑人的那个罪犯做的事情是一样 所以 呃 从 这部片就可以完整的证实的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传染是可以阻断的 但是我所谓的阻断不是说 就是完全阻断 而是 你自己可以免受于这样子的 最后的这个 受害 你最后你不会被灵异体给寄生进去 不会 不会 你不会 你不会 你不会走到自杀那一途 好 所以第一集的那个警察 我觉得是蛮衰的啦 好 那 反正总而言之 这个事情是证实的 就是 你只要 好 你只要杀了人 然后 别人有看到 好 那个 你 你 你因为你已经是一个 宿主了嘛 你已经是被寄生了嘛 好 好 如果 你 在 好 别的目击者面前 杀了人 好 那这个 那这个 这个 这个传染是OK的哦 是可以成功的哦 所以说 呃 第一集的那个黑人的那个做的那个事情 是 真的 好 所以 任何方法都没有用 就是 就是 要要阻断这个 这个这个寄生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要杀一个人 然后 刚好 又有那一个人 另外一个完全没有被感染的人 目击的那个过程 好 所以 微笑这部片真的非常的有趣 好 基本上呢 后来 后来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是 这个 冥冥之中都已经安排好了 好 因为 这个 我觉得导演算蛮厉害的 他就是不会去放过任何一个角色 好 所以 最后最后最后 因为其实刚刚一直没有想到哦 因为我刚刚一直在想我要讲什么 因为我忘记他没关系 我现在想起来了 对 第二集的Sky Riley 因为刚刚就有提到嘛 他有吸毒的倾向 我觉得这段蛮讽刺的 因为 大家去回顾一下2024年10月16号 因为 我一下这部片在台湾上映的时间是10月18号 可是10月16号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 One Direction的成员 前成员 Liam 他因为疑似吸食 迷幻药 所以就不小心从他的 旅馆的住处 坠落身亡 所以 我觉得 微笑二这部片还蛮讽刺的 就是说 他其实有提及了一件事情就是 演艺圈都有 酒精 或者是药物滥用的问题 他事实上如果你长期都在关注 就是 无论是好莱坞 美国的好莱坞 甚至是美国的歌手 等等之类的 你就会发现 怎么会都有一些歌手 也不要说美国了啦 因为 好 这个 Liam他也他也不是美国人 他是英国人 可是 这些西方人 的艺人 明星 他们都 你有他长期关注这个 这个圈子人 就是西洋 西洋的 演艺圈的人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为什么都会有时不时 传出一些 演艺人员 他们都会有酗酒的问题 精神不济 好 甚至是要去 买毒品 或等等什么之类的 就是因为 我觉得 靠药物 或者是靠酒精助性 那本来就是他们的天性 但是有的时候 如果控制不好的话 他就会造精 好 所以 微笑二其实点起的一个问题是 美国的这个 演艺圈普遍都有 药物滥用的问题 而这个情况非常的严重 但是呢 药物滥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一个公众人物 他有所谓的吸毒的这种倾向 基本上他的形象就已经大打折扣了 而且 我觉得最讨厌就是他们 他们出来 像记者 八卦就是 像记者媒体道歉的时候 他们现在是 还是会在犯 所以 Sky Rally 因为毕竟他有了 重生的机会 有了第二次重回舞台的机会 可是呢 在偏偏面对了微笑的诅咒之后呢 他所做的一些歇斯底的行为 都会被放大解释为 啊你看啊 他是不是又吸毒了 他是不是毒瘾又发作了 可是他一直想要向大家去证明说 他自己是被诅咒缠身的时候 可是没有一个人是相信他的 所以那种绝望感跟崩溃的那种感觉是 超越前作的 超越第一集的 因为 他要受到 很多人的检视 很多人的注意 可是问题是 他讲的话 根本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他 原因就是因为 他自己曾经犯了错 而 我再讲一次 一个公众人物 如果他真的是因为吸毒 或是酗酒出现了这样负面的吸降 基本上 他的公信力就已经荡然无存了 好 所以他要重回这个舞台 基本上是一个男人很可贵的事情 而且剧中有很多的台词 都讲到说 就是你看 你好不容易有了第二次舞台的 这个重回舞台表演的机会 这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 你是何其幸运 但是你今天选择 你想要一走了之 你想要抛弃任何的一切 超面公司不会对你求偿吗 对不对 一个艺人 他是被包装的 他被包装的同时 背后的真相 是有好 数百个人成为一个团队 甚至是有个公司在为他投资 为他砸钱 为他撑腰 好 这些种种的这些因素 我觉得套用在微笑第二集 我觉得这个是不仅仅是 你不要把它当作 当成是一个恐怖片来看 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心理惊悚片来看 血腥只是其次 血腥只是满足我们视觉感官上的一个享受而已 就是你如果是爱好恐怖片 血腥恐怖片的这种 口味的这种观众 可是我觉得更应该要探讨的就是 我觉得这是 微笑二他 他其实是一个社会议题 就是普遍社会都有药物来用的现象 还有社区媒体的一些病态的一些现象 其实我觉得都讽刺的零零尽致 所以为什么我会希望大家进去看微笑二 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恐怖片 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心理惊悚片来看 因为 他值得探讨的东西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也发人省思 所以看完这部片 我只想告诉大家 真的 人要活得健康一点 不要去碰毒 也不要喝酒 你压力真的很大的话 就去做点正当的事情吧 我所谓正当的升级是什么 就像我 我就会去运动啊 不然我就会 做做 比如说 看看书啦 其实不是看书啦 就是反正看电影啦 就是或者就是 埋 埋头苦干去工作 说真的我其实我还蛮骄傲的 就是 我是一个不焉不酒的人 我自制力也蛮强的 所以 看完真的是 我真的是 心有戚戚烟啊 因为 其实我可以理解 那种 处在那一种 魂魂噩噩噩的那种状态 堕落的那种状态 因为那种状态 我也不是没有过 好 人都是会有低潮的时候 只是 当一个人在处在低潮的时候 如果他想要透过酒精或是毒品 来去摆脱这些压力跟困扰的时候 那我跟你讲 那就会是一个无底神源 好 所以 微笑二 希望大家一定要进去看 因为 他要讨论的 这个议题的层面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我希望看完之后 你也可以成为下一个 去教育下一个 好 没有受到侵害的任何一个人 你要给他一个中毒 忠告就是 没事真的不要碰 毒品 没事真的不要吸毒 也不要喝酒 也不要抽烟 好不好 我们去拥抱大自然 好 这个不会有人去听啦 好 可是 至少 不要去学坏 我觉得 这是我给微笑的一个评价 因为 我现在为什么下班那么多 就是因为 我已经做到尽量不爆了的程度了 总而言之 这部片真的非常的好看 希望 你们一定要进西洋去看 然后 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一定要先看完第一集 再来看第二集 因为 这是一个非常两集化的 的这个故事 与其说是续集 我不如 要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只是他必须要分成 有点像是上集跟下集来看 因为我觉得看 看结局 最后我觉得 比较不会再有第三集的啦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了啦 所以 微笑二 希望大家一定要进西洋去看 真的非常好看 真的非常好看 我一直跳针 就是希望你赶快进去看 因为我真的非常推荐 五星 我五颗星真的是超过的 好 这个 真的不推不行 这就是今天神秘句点 我们下次 云端见 这一支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